请看文章的第一辆图 这个日线从高点到现在 这么长时间 就在这儿出现了日线的底部的动画 但是价格的距离趋势开始就比较远了 这个日线的底部动画的级别比较小 但也不是明天就能消失了 明天地跌好像是跌到两天 就再跌二十个点 跌到两天九百点以下 它才会日线才会消失 但是它的动画的级别仍然是比较小的 就是你不能只看明天 如果明天吃停 后天大概率也是小时 所以这个日线的动画的级别就比较小 就不看了 重点还是要看90分钟和120分钟 60分钟也不看 就看这两个周期就行了 我们既定的交易计划是 90分钟或120分钟结构形成的话 买入四成仓 90分钟或这两个有一个形成即可 买入四成仓 既定的交易计划不变 能理解的大义 既定的交易计划不变 所以该买还是要买 今天又跌了一个很惨烈的一天 个股中位数跌幅2.96% 特别惨烈是吧 特别惨烈 但是呢该买还是要买 但是假如说它不形成结构 动画消失了呢 我们就不买了 对吧 没缘分吧 上次也是消失 也是没缘分的 说随缘随缘 形成结构 就是有缘分 不形成结构 动画消失了就没缘分 现在已经有动画了 我们就要做高度的准备 而且你也不需要准备很长时间 未来两天 周二周三必有结果 好吧 再说一遍啊 周二周三这两天 必有结果 要么结构形成 要么顿化消失 目前结构形成的概率略大 差不多六四开 结构形成的概率略大 明天说完盘之后咱们再看 但基本上这两天就会有结果 好吧 从顶部 是吧 5月20号到现在 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 交易日呢 已经34个交易日了 就这儿 有低点的确定性 或者说有可能形成低点的确定性 所以34交易日啊 我们都等过来了 明后两天就要出结果了 所以呢就算你有天大的事 这两天也不能缺席 能理解的单一 尽管空间和时间都加大了 对吧 但是我们仍然 不能判断这个地方 属于二浪调整结束 暂时还是判断二浪A 还是判断二浪A 好吧 可是呢就是说它 嗯 时间和空间每增加 一天 或者是一段 那么它 有可能二浪结束的概率就在增大 我们之前是判断二浪A对吧 现在呢 这个目前来讲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每增加如果再继续下跌 那可能就不是二浪 二浪可能移步到位 有这种可能性 二浪移步到位 就是不存在ABC啊 因此呢 就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超 它不是说 这里去做这个二浪B 二浪B其实空间是不大的 我们最主要就是说 超这个地方的 防止 二浪结束啊 防止二浪突然结束 一步到这时间不够吧 时间不够 它有可能横下来等时间啊 大盘一步到位的可能性大嘛 目前看不大 目前看不大 看一下120分钟 这个120分钟 增加的级别还可以啊 还可以 今天是第七 明天下午收盘是第九 明天下午收盘是第九 然后呢 明天大概率会维持增加 八 明天上午如果不涨的话 下午大概率就会出九了 明天上午如果不涨的话 明天上午如果涨的话 那序列是有可能重排的 但是如果明天上午涨 也有可能形成结构 所以现在来讲呢 就是说 在没有形成结构之前 我们就是等结构 没有结构的话呢 120分钟的序列第九 肯定是要考虑的 序列的动画加久 肯定是要考虑的 但考虑的时间点 是明天下午收盘附近 之前 如果形成结构就直接买了 如果不形成结构 就看明天下午的14点五十 好吧 明天下午的14点五十 120分钟序列最高份 这个我知道我看得到啊 但是它存在一个速度的问题 如果明天上午是阴跌 下午是阴跌 或者上午是小涨 下午是阴跌 明天下午收盘是在阴线 并且创 120分钟收盘最低下 那么这个买入的概率就比较大 假如明天一加速 像今天是了是吧 再跌个1% 那就 动画是有可能消失了 是吧 不一定 所以我们只能说 明天后天这两天 大概率就是有结果的 我们直接等结果就好 但是要准备好自己买入 不要害怕 现在市场是挺惨烈的 但是不要害怕 该买还是要买 这波下跌34个交易日 是吧 四根个股平均股价跌幅 超过2.5% 四分线 记得我记得好像3.7 4.01 2.85 2.96 今天跌了2.96 平均股价 所以大盘没跌多少 但是你看这四天加起来就多少 这四天加起来差不多13了 是吧 这四天加起来就13了 胖子不见事 你不抄这个 你顶部抄有何意义 你告诉我 但是就这个简单的到底你想不明白吗 你不抄底你逃顶干嘛 老师可以满藏吗 不能满藏 我不看在这个地方是二浪结束 如果不抄底 四根单日大盈线 是吧 平均股价 这34天有四根单日大盈线 对我们来讲都没有意义 一共34天 其中有四天就跌了13%了 所以这个底肯定是要瞅 我们先抄一部分进去 结果成成的就是有缘分 偏注定我们要抄 如果结果不形成 偏注定我们抄不进去 是吧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要再等等 需要再等等 结果不形成就是动画消失 动画一旦消失的话 再结果动画需要时间 一周之内又没戏了 上次动画消失之后 我们就说是吧 一周之内没戏的 但只要超过一周 我现在超过一周时间时间多 这个是需要耐心的 需要耐心 但耐心是有好处的 这一波你不耐心 不得整死你 这波下跌是吧 这波下跌特别惨烈 然后周线我今天下午说 但本周没别说 周线周线八连营 历史上你都很难找到八连营 历史上你都很难找到八连营 周线八连营 不知道怎么长了 不会的 是吧 不知道怎么玩的 黑股市场不知道怎么长的 九连营 什么玩意儿九连营 我看 什么时候说 你说上日的时候 那个小阳线 那个小阳线 也是 好吧 历史上很少见的 历史上很少见的 看一下九十分钟线 一八二分钟线的 纵化级别还可以 纵化的级别较大 两天之内也是很难消失 九十分钟 也一样 九十分钟也一样 所以这个 等吧 目前来讲还是等结果 但是现在的等有意义 是吧 焦距 这三十四天不白等 等到现在的价格很便宜 至少很多的贵物价格很便宜 是吧 不白等 下面的时间看看大家什么问题没有 问答窗口 本来语音就没有问答窗口 在咱们文字课你问 然后我根据大家文字课的问题 然后再进行回答 好吧 我们不要等好多阵 所以提问都是在文字课里提问的 语音课正常 对语音课正常 老师明天可以提进一点左色交易吗 我不说了吗 你必须等到明天下午 14点50分左右 其他的时间应该没有 没有 多次交易的可能性 其他的时间应该没有 2004年11连营 我抽抽 稍等啊 2004年 还真是 2004年有个周线11连营 反正就是9连营 或者8连营很少见 2004前都是20年前了 是不是 20年前了 20年出现一次 跟60分钟没关系 你看 本次其实60分钟也是有 地步动化的 级别也比较大 但是呢 我这 我都没提60分钟 对不对 大家想想 我都没提60分钟的事 老师为何不能暂停 做红和量化 量化我觉得是可以暂停的 但是需要衡量 三年之后的 好处和坏处 对吧 因为它有一个 问题呢 就是说量化占的成交的比重的问题 会不会导致流动性质量问题 以前做事商制引进 它也是考虑到流动性的问题 怕流动性衰竭和流动性不足 但是总这么跌的话 流动性一定会出问题 是吧 流动性一定会出问题 涨了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做空 当然国外有这种 是吧 现实做空 国外 但是也是现在 这个裸迈空 就多空 它实际上是一种平衡的 因为现在市场不涨 但是你就觉得 这有问题 那有问题 所以这种思想也不一定是对的 老师看到蓝田42条建议了吗 没看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这个标题 如果是42条建议的话 我就不看了 最多我能看42条建议 是吧 两条建议最好 42条我就不看了 5000家上市公司成交金额 才6000亿 才涨了 具体的应该是5800亿 是吧 现在已经不到6000亿了 5800亿了 等着吧 但是呢 也不要 因业碎实 该买还得买 该买还得买 明天结合成正 该买还得买 你不要管市场 也不要管这个 市场有多么低 成交有多么低 你管你干嘛 管好自己就完了 市场有万变 我们有一定之规 敢买不 不会怂了吧 到关键时刻不能怂 敢敢敢 还行 确实有点怂 这比咱们 这个差的太多了 对吧 反正在这个位置 咱们还买 还想着买的 其实能 但整个全部市场投资者 能占5% 非常小众 但是该出手还是要出手 不买 淘点没有意义 我还这样一句话 不抄底 淘点就没意义 淘就是为了抄 淘完了之后 你不敢抄 那你淘干嘛 龙腾突约 我今天已经买回了四成厂 凭啥呀 你今天凭啥买呀 咱们买过肯定是 有理由的呀 你不能下搞 你今天肯定是不应该出手的 今天不符合任何买入标准 明天如果 比方说明天弱势的话 结构不形成 不符合结构的标准 但是 要下午收款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 动画加9 动画加9等于结构形成 好吧 所以它至少是有标准的 明天下午是有标准的 但你如果没有标准的话 只是因为跌了你就买 这是不对的 跌34天 你要早 你要按照这个 早按照这个 你说跌了就买 那你还能等到现在吗 我们现在等的就是标准 随缘就缘分在哪 就是标准形成 就是缘分 对不对 所以不能下搞 不能凭感觉来 想怎么的 也就怎么的 人性是放纵的 但是交易 就是控制的 想办法控制一下 等吧 都等到现在了 是吧 一两天 大概两天之内就有结论了 两天之内就有结论了 等到现在了 这边就熬出头了 二浪就算后面 这里不是二浪的最低点 假如说这里不是二浪的最低点 我认为二浪的主地阶段 已经过去了 我们主要防范的风险 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 释放的差不多了 我们不能说它完全释放 但是从空间的角度来讲 释放的差不多了 该超还是要超 该超还是要超 但是得防加速下跌 这个地方一旦向下 一加速 动化就又消失了 但我其实不希望市场再加速 再加速 消失了之后 就尽量不要再创2635点新低了 它再创新低呢 是吧 尽管我们不买 我们损失是有限度的 但是呢 它决定了后面不好做 后面不好做 所以只要它不创新低 后面就是三 三就有可能是主生 那后面好做 就差异就在这 差异就在这 创世纪金融 创不创新低市场 说的算别主观了 创世纪金融 也是不放出来了 小黑屋没关购是吧 开会的事也不要考虑 不要考虑 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咱们都已经疾病了方案 而且把这个事说的这么简单了 对不对 其他的都不考虑 反正做好买入的准备吧 做好买入准备 今天上周五星的90分钟 记不动化 今天有一半二分钟和日线 日线的几个小 我们暂时可以不看 主要就是看90分钟和120分钟 就定着这两个周期就行了 行程结构我们就买 不行程结构的话 看一下明天下午的14点50分 这你就说了多简单了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这创世纪金融 你没发现吗 小气 就是这样 记仇 之前我感觉挺好的 关了一次小页屋之后 我性格大变 说自己呢 小气 小气 咋啦 没了 我多讲了 16点02分 明天后天挺重要的 不要远离市场 就在学院区 我给建议会很直接 会很明朗 但是提前跟大家说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据此交易 后果自负 好吧 我们今天的课